副地部长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我是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胡慧英 首先我们聊亚万高铁 亚万高铁万众瞩目 您是怎么看待亚万高铁跟印尼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相结合的呢 那您是怎么预计亚万高铁开通之后 对印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效益呢 呀,我们知道 bahwa Pulau Jawa ini sudah merupakan satu pulau yang padat khusus Jakarta Bandung Semarang, Solo Jogja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印尼两国在一代一路 倡议下的合作有哪些亮点可以跟其他国家分享 另外能不能跟我们展望一下未来中印尼两国在一代一路 倡议下的合作所取得的成效和发展 在atos亚万高铁說 要和矿冰 火候拉脱,会有点很大, 因为日常是在英国, 在南部、新洲洲和新洲, 在连西亚州也合并。 所以我们会意诱整理的 如何我们会建立 和区域的面对我们的建立 和去展示为一种 造成功能工业的国家。 然后我们也讲讲在大海。 在大海, 美国的河西亚有很多河, 但是河西亚的河西亚也有盛长的河西亚, 我们在一段时间使用了一个河西亚, 而河西亚, 和河西亚, 和河西亚, 和河西亚. 所以我们要评论这一种技术技术的技术 所以有一个通常移动的软件 而且一个其他人是一个幸运 那今年是中印尼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夥伴关系十周年 那您是怎么看过去十年以来所取得一些成就 还有目前战略夥伴关系的进展 我看起来有些关系的关系 一是关系的关系 因为那是关系的关系 那关系的关系 车速度会有什么关系 或者分析的关系 说明是在那边的关系 那现在是9天 可能就算是3,5天 まあ, ini menjadi satu babak baru bagi dunia transaksi Indonesia untuk melakukan hal-hal yang inovatif. Yang kedua di bidang saya adalah kendaraan listrik. Kita tahu China sudah progress untuk membangun, kami sudah dibuat, wooling di sini, tapi materi kita akan mengundang lagi 那您认为促成这一战略伙伴关系成功的因素主要是什么? 第一次肯定是相信,一切与其有关是我们的信息。 如果中国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信息是我们的信息。 更是是我们的信息。 然后是他们的信息。 可以提供技術的技術 车速度和车速度 有限运的时间 也有限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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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车速度的技術 车速度和车速度 我们需要车速度的车速度 其实中国提出的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跟印尼所提出的 全球海上支点相对接 您是怎么看 两国在战略上的合作 未来两国还能在哪些领域 深化合作呢? 让地域车速度的车速度 一开始有限运的车速度 或者是从小市的车速度 因为车速度的车速度 移动车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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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泥, maka dibutuhkan satu upaya yang lebih dalam, kita telusuri apa yang bisa diimprove. Katakan ada satu與 programming dari China untuk membangun bekerjasama di pelabuhan. Kami membangun beberapa pelabuhan di Indonesia, sebaiknya China turut secara di situ. 我方才能去跟中国同学习近平的共同 但是在中国的信用 那是有一个信用的信用 但是在比较内部的信用 我认为我们要先提升 现在中国已经在中国 是人家第一次用纸艇在美冠社交易中心上的航空艇 然后在国家里的色列 легumbled日子的目� Dai 到国家停顾 我们这顿的主要设计 For提设计堂并得耳手工 爬手工 那最后想请教一下部长先生 其实目前中国在印尼的交通领域的投资情况怎么样 您怎么预计未来这些投资量的变化 要用转发的变化 这些投资产的投资产的投资产 我希望这些投资产的投资产的投资产 能让与中国的投资产的投资产 让他们的投资产 然后在车产的投资产 有车产的车产 你操作了鞋子, 你也会源到在加址。 但设计,我认计也有帮想 可能是 techniques最佳的房子 就是需要整个中心的移建。 就是以神经济营重医院的地方 vampire专业的地方, 这些地方是有很多使用的 做出的车丶车的车丶车或者车车的车 这些车的车的车也是会有的 非常感谢先生先生